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这个假设变了这个制度了 中共不在了 将来这个债主是谁啊 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一个清算的问题 在很多国家转型之后 它都会有一个历史遗留案件的一些清算问题 你看南非问题 还有东欧的一些国家 发生了这个社会巨变以后 有些财产的话呢 它可能荡能无存了 你很难恢复到原来的 你比如说地主 地主阶级 它可能已经消亡了 它当年的土地 你还能找得回来吗 你可能很难找回来 那个土地已经不存在了 它可能成了一个厂房 它可能成了一个高速路 它可能成了一个水库 有些这种不动产 它可能消亡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相当复杂 每一个具体的案子的话呢 有些问题 比如说它是个所谓的平反问题 这个好吧 过去这个判刑 判重了 判错了 国家也许可以制定出一个赔偿制度 国家赔偿 多判了一天 多判了一年 那么应该是给多少 或者是多没收了 多充功了 应该是偿还 这个可能还能算得到 有些贪官 有些共产党的官员 他非法所得 这个可以清算 可以让它退出来 但是有些这个尤其涉及到一些不动产的问题 这个确实比较复杂 有些山坡 有些森林 有些渔塘 它可能这个地貌已经发生了改变 所以呢 这个土地法呢 土地的这个立法问题 在未来中国的这个转型当中啊 将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它可能会画出一个时效来 在哪年之后 这个发生的变化 那么它可能会保持有效 或者是发生可以追溯 那么在多少年之前发生的这个变化呢 可能没法追溯 所以呢 在这种历史变革当中 国家转型当中 关于这种清算 关于这种赔偿 这个立法问题呢 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有个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法民的问题呢 我们看到也有解决的 刚才对象律师呢 似乎讲的五个问题呢 就是困境 那么我们看到确实有人解决 胡彦就解决了 还有其他有几位法民也解决了 那么如果在现有这个条件下 就是说他还是有解决的希望 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困难 能不能看看这个究竟出路还有没有 和胡彦这个问题做一下比较 这也是恰恰是这个信访制度啊 这个坏的地方 他解决一部分恰恰是使他更坏啊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 刚才向律师也提到这个就是就是他这个制度 他这个制度制造了大量的冤案 大量的错案 然后呢 这个这个大量的就是冤屈上访 而且每天的还在从在在这个不断的制造这些 然后呢 他又有这么一个一个上访制度 然后这个有一部分人解决可能是千分之三 或者是万分之三 这些解决了让让其他的访民看到希望 然后就就要走就要走继续走这个这个信访信访这条路 所以他是一个他一个一个一个怪胎他是一个怪胎制度下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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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一个一个一个怪胎 那那那这个那他就是他这个解决是首先是概率是极低的 解被被解决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 第二他这个这个呃呃就是呃被解决是被解决的这个原因也是基本上是是捉摸不定的随机的任意的 你你很难去分析哦他他找到了一个好的律师呃所以解决了或者说他他这个就是没有没有这个公开的对抗 然后悄悄的谈判所以解决了那你都无都能找到无数的反例 有的是对这个最强烈对抗之后解决的有的是是没完全没有任何对抗 然后或者找熟人等等各种解决的原因都有 但是但是他是非常非常这个任意的每个经验所以所以所以你要让我让我让我给给给给给给你一个一个经验 一个妙妙诀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我也帮我当然帮助一些访民包括尤其是一些刑事案件 让他们无罪的人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包括死刑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最后这个放无罪释放这都有 但是你要让我给出一个经验我当然有一些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大的原则 但是但是你要说某一个技巧是放置四海尔接准的适用每一个案件 这不可能的所以所以就是要要要针对就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然后他的他的这个他这个所处的这个权力关系社会关系都不一样 有的有的你的弟被可能被被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什么什么亲戚拿走了 你这你怎么告都没用有的那可能这个这个这个弟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小科长给拿走了 这时候你去弄他这没准就把他搞下台没准就解决了 所以就是就是总的来说总的来说是非常非常悲观非常困难 然后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经验 那我再问项律是有问题 那个现在访民在里边接车很激烈 就是上次在佛州有四个访民都有那个 你被叫什么 被逮捕 被逮捕 就是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在里面 这什么样事能做什么样的事不能做 那当然像这种行为的话 那当然触犯这个地方法律 一些危险动作 无论是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或者是对旁人造成的伤害 这当然是一个从法律来讲是个违法动作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 他他考虑的是一个政治效果 你在美国的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时候 你想马蒂露德金 你要严格讲他的很多行为他是违法 他组织这个大游行也好什么也好 但是所谓的法不择重也好 他要的是这种政治效果 他要的是这种舆论效果 而这种效果他一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可能从法律上讲他就放过他了 因为他的政治效果压倒了他的这种所谓的违法的那一部分 因为他本身他是违法的 这个很轻 他这种所谓的故意伤害也好 他都是一种很轻的这种 在法律上很轻微的行为 当然如果造成了死亡 或者说他有这种所谓的有爆炸行为 有这个有持武器 这一行为的话 那么从刑法上讲 那么就性质就就不一样了 他没有任何武器 他也没有任何爆炸行为 他就是一种自残行为 而且他这个行为你也可以说 他是个政治行为 他是一个抗争 只不过抗争呢 这个里面带了一些危险动作 那么他要的是这个政治效果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 他当然是会出反 但是呢都判得很轻 对吧 可能48小时或者是更短的时间 这个他就有律师揭露的话 他就保释出来了 保释出来了 他会上个庭 上个庭的话呢 这个法官呢 他这个一听这种事情 也就有时候检方的 他就撤诉了 他就dismissed 他就撤诉了 有的那法官一天 这个事情 对吧 他也理解 他也同情 他也许给你罚款200 也许给你这个上课5天 也许给你到罚公共劳动 什么图书馆呢 什么公园呢 去扫垃圾 扫个三天两天 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在美国的民权运动 这个经验来讲 正是很多 你像那些黑人团体 你像那个 这个 在纽约地区 很常见的 他有很多行为 他可以 他就让你来抓 对吧 他就躺在马路上当中 让你警察 他四个警察把他抬走 抬走 他也会给他一个上庭通知 或者什么 在美国那里讲 这种上庭 司空见惯 他不太当回事 因为美国警察的 执法力度很强 一点小时 他都可能会 会把你送上 这个刑事法庭 但是刑事法官呢 他是二 他可以说是24小时工作 他半夜 他都申理案子 对吧 来了 一看 这个公派律师 一说 认个什么轻微的罪 鸡毛蒜皮的事 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这种呢 对美国的 民权运动的纪念来讲 他们就是 他可以说 他是故意处处法 他要的是那种政治效果 要的是那种绅士 那么一点点积累起来 你像马丁路德金的 这个民权运动 他一点点积累起来 他就成了 你像那个 那个女的 那个黑人妇女 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讲 你坐公共汽车 你坐在前面 你就是犯法 对不对 我就不起来 我就要坐前面 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去 我就进去 你要不要待会 就待会 这么一来的话 他觉得这不合理了 觉得这个法律不对了 这个很多 这个社会的进步 都是从触法开始的 对 这个 我补充一句 他这个 他这个在英文叫 Civil Disobedience 中国翻译成公民不服从 香港叫公民抗命 就是良心抗法 我就是 这个餐厅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汽车 黑人不能坐 只能白人坐 那我就故意要 要组织人去坐在那 然后香港的 占领中环也是 我就 这个中环最核心的 金融中心 我就要 就要这个 这个故意的把他堵住 坐在那 所以这个 它是违法 但同时 它要的是 要的是这个 政治效果 用良心来 来抗法 那这个在 在 在 在这个 开放社会 法治社会 这个 要么就是 没有人 不会受处罚 要么就是 处罚极轻的 我有个问题 我是打我自己 就是 亲身的 那个经历来说 这次在 佛州的时候 这个 南极习近平车队 抗议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被捕的 当被捕了以后 我收到的指控 是两项 一个是 妨碍高速公路的 通信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相对比较严重的 一个 一个 指控 说是 那个 当时是指控 我是 非武力的 抗拒 警察执法 那么 当我 第一次去开庭的时候 那个 法官是给我们 都是免费的 指定了律师 他不管你的 收获情况 或者怎么样 他就直接说 给你们安排了 指定了律师 然后第二次 出庭的时候 那个 我就跟我律师说 我希望把 这个案子 延期 结果律师说 根本就不需要 结果对方 开庭的时候 对方的检察官和 警察 都没到现场 那么 我想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当时的 因为在美国的 法民才20多个人 如果说 随着我们这基金会 成立越来越多的 法民到了美国以后 如果哪一天 有成百三千 那个人 正式的把 领导的 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车 给全部团团围住了 把它围了水泄 不通的情况下 美国警方会采取一些 什么措施 或者说对我们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 帮助或者 所谓的一种惩罚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谢谢两位 我想首先警察 他在现场肯定会执法 会把你抬离现场 对吧 这个他会 他会这么做 然后呢 他会给你一个上庭通知 你这个行为 你可能会打个指摩 可能会拍个照 然后会有一个上庭通知 他这道程序 在各州来讲 基本上是大致相同的 然后呢 这个法院呢 会给你指派一个公派律师 当然你也可以请私人律师 但是像这类的案子的话 有一个公派律师 一般也就够了 你刚才讲的第二项指控 对你的第二项指控 就是这种 妨碍公务 相当于就是 就是这个对抗 这个警察的这个执法活动 这个都是都是很轻的 这个我昨天一个课呢 他也是有这么一个 他也是有这么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呢 他罚了两百三十块钱 然后这个事情就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 随亲罪 很亲的 他都属于misdemeanor 他不是fair你 他是非常亲的 所以在一些这个维权运动当中 民权运动当中 这个人权运动当中 像这种 这种所谓出发行为 是很常见的 这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持武器 那性质就不一样 对吧 你要是拿着冲锋枪 你拿着这个步枪 那么性质不一样 如果你是 你是空手 对吧 你把这个 这个某个车队给围住 这个政府 这个车队围住 你是一个政治行为 你是个抗议行为 尽管你也违反了交通规则 但是你这个行为的物理 这是很清楚 你的purpose很明白 我是为了表达 我的一个政治愿望 所以对这一点的话 这个美国司法机构 他们也司空见惯 对这种抗争活动 很多这种进座行为 他就把主要的街道给 堵死了 就坐在那里 或者是什么 你像那个占领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就典型的例子 华尔街是美国的金融中心 对吧 前几年 就在占领中环一样 在占领中环之前 在曼哈顿发生过这个事 占领华尔街 对吧 占领了很多天 那最后警察呢 来把他们一个个人抬走 抬走我也不抵抗 反正我就和思想巴刹罗躺在地上 你把我抬走就抬走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也没什么处复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边的美国的法民 在中领馆的抗议当中 有些人会被受到伤害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他也被打伤到 到现在还没好 但是他现在也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那么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法民该 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请大家两位一下 实际上是警察官 被告的律师 穿动已90天 找不到我人为由 把这个案子给关闭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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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领馆不能告 那么3月7号呢 法案公司和法案 等于法案 告了两次 法案公司又拖进来 那么我现在 现在有一个法案问题 就是 我现在的律师 就是说 中领馆可以告 他这个程序 要通过国务院 就是 就跟中国 送到传票 因为我 律师也 也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 很麻烦的 就是我现在 该这么做 OK 第一个问题 刑法问题 在刑事案件当中 你不是原告方 你是一个受害者 受害者在刑事案件当中 他是一个正能的地位 他属于witness 起诉方是检方 他是一个公诉案件 那么你在遇到这一类的案件的时候呢 你首先第一 你要保留证据 取证 这个很重要 对吧 这个比如说有旁边的朋友 或者其他人拍照 对吧 当时是谁 动手打你的 你的伤情如何 然后呢 你在近短的时间内 可以找一个医生 对你的伤事 做一个鉴定报告 对吧 所以第一步 取证 是很重要的 然后的话呢 你 也许可以联系一个刑法律师 这样的话 刑法律师呢 会给检方的保持一个联系 会留下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联系方式 他就没有借口说 找不到你这个人 以此为由 使得说这个案子 因为没有证能 没有证能的话呢 他就 他就没法起诉 对吧 什么证明来的话 他是一拖二拖的话 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所以在第一个刑事案件当中 你是作为证能的身份 你不是作为原告的身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取证很重要 然后的话 你也许可以找一个公益律师 做这个刑事诉讼方面的 这种公益律师 这样的话呢 让他们和这个检方呢 立刻取得联系 留下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这样的话 使得案情能够按照程序呢 这个正常的进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 刑事案件 第二个案件 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在这个 你的案子里听起来 它属于侵权案件 它属于伤害 这种伤害 这种案子当中呢 你是作为原告 作为原告的话呢 你找这种侵权法的律师 他不收你钱的 侵权法 他的收费方式很特别 他收三分之一 他案子赢了以后 收三分之一 案子在开始打的时候 他不收费 所以让这个律师呢 尽快进入 介入这个案子 这样的话呢 他赢了 他可以收三分之一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中领馆 它是可能有外交豁免 你没法诉领馆本身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你可以 保安公司你是可以诉的 因为保安公司 它下面的保安能源 他做的事情 是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 他是上班时间 上班地点 他这个行为是保安公司授权他做的 所以他的一切行为 保安公司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你告保安公司 绝对可以告的 当然时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有效的范围内 立刻提起这种意外伤害 这种侵权法的这个诉讼 至于后面讲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律师跟你说 中领馆也不是不可以告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他有些外交豁免 他有些例外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领馆的领事 对吧 我到一个餐馆吃饭 我吃饭我不交钱我就走 这个可不可以豁免 这不可以豁免 这是他个人行为 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 这种民事案件的话 比如说他虽然是他有外交身份 对吧 他喝的醉醺醺醺的在街上打人 这个时候他不想说豁免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的豁免他是有例外的 他要承担个人责任 因为他不是一个职务行为 他不想说外交豁免 是这种例外的情况 所以听起来你这个遭遇的话 有刑事案件的部分 有民事诉讼的部分 那么刑事案件的话 你是作为一个正能身份 在这个案子当中出现 民事案件的话 你是可以作为原告的 原告的话 你作为一种侵权案例的话 你的律师他不会收你钱 他赢了以后 他会收你三分之一 比如说他诉十万 那么赢了以后 他会收三万三千 他是这么一个诉讼程序 当然你要注重他的 这个诉讼时效 这个当然很重要 你超过了这个时效的话 他法院他可能会不受理 我提最后一个问题 请腾彪律师回答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访民 把我们在国内 受到的一些酷刑的这些案例 这些直接的私报人 或者说这些人的信息 提交给相关民主国家的国会 或者说一些人权组织 或者其他一些组织的话 对他们这些人 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压力 从外出境法民的问题的解决 请问谢谢 对如果是根据这个 全球马格尼斯基方案的话 他有就是 他就是你要按照他的那个要求 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要在什么时间 提供给这个什么部门 然后按照他的要求 然后他们再去 再去这个走他们的程序 那最后 最后就是总统的这个权力非常大 他要不要把这个 把这个人 具体的这个 人权迫害者或者腐败官员 把他放到这个这个黑名 正式的放到黑名单里 然后禁止他们 这个是就是 就是要 要要要要 就是由美国政府 尤其总统 他们来决定 那这个 所以所以他这个能不能够 禁止禁止来美 然后他们的财产被冻结 他们在美国的交易被冻结 这个要就是仅仅提交一个材料 还还完全不知道 如果你如果你 如果你就是按照这个程序 交了交了材料 那那对于对美国也没什么压力 对对中国这些官员 你们想要想要制裁的这些官员 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所以所以我就主张 因为因为这个因为这个这个 他这个程序很慢 又不是公开的 然后然后又很慢 而且又又又有各种各种考虑 你的案件如果很小的话 他根本就最后就 就就就也不会太太于理会 所以所以我就我就觉得 我们有这么一个人权问责中心 那就是就是说就是把这个材料 控告材料也好 各种各种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迫害人权的这些证据 我们就在网上公布 然后什么人什么什么做了什么坏事 就在就在网上公布 然后到处去去去通过推特呀 微博呀到处去去讲 这个这个会有压力 那我再补充一个啊 如果这个压力的话 会不会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孩子或者什么样 会不会也产生压力 因为我们法民受到的那些迫害 不光是对法民本身 包括对他的家属 包括对他的亲友 都会产生很大的相关的 一些相关联的一些迫害 所以说这个当中 似乎是可能有这种对等的 对他的一些罪职 或者 这个就是这个就不在 不在现有的这些法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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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马斯基法案没有 没有说也要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孩子 也要承担同样的这个责任 他们的家人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 他这个这个家人跟这个腐败 或者是侵害人权有关 所以在在在法律上 从中国的法律 从这个西方的法律来看 都是就是从法律渠道 是没有太多可做的 但是不等于我们不能做 就是有一些你 比如说你你知道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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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一个恶霸 一个坏蛋 他在中国当官当得好好的 他孩子在在在美国这个上学 然后他在美国有有豪宅 这个时候你你你你去 你去公布他的这个豪宅的地址 公布他在什么什么学校上学 这个这个不违反不违反什么什么法律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你你要想想想想他们 想让他们的家人受到压力 你就就是你可以直接给他们 直接给他们压力 你可以你可以把这些材料 他可能他他你就把他爸爸做的什么坏事 写信寄给他寄给他们寄给他们 寄给他们寄给他们寄给他们学校 或者粘贴在他们学校 这这个对这东西也也都也都可以 我来简单回应一下 这里面涉及了好几个问题 我简单说一下 一个就是你如果什么都不做 或者我举的那些 中共根本就不理你的那些方式 他当然就不管 但是我并没有说你用最激烈的方式 中共头疼 他就一定会给你好好解决 他也有可能不给你解决装聋作哑 也有可能给你继续加大报复等等 所以只能说有解决的一个希望 就是你做激烈的 这个大张旗鼓做比那个要有多一些解决的希望 然后这个政治 你说不碰政治什么去政治化 这个没什么用 你在国内遭受了冤屈 你去上访 你去维权 这本身他就给你贴上政治标桥 你来美国 你无论你喊不喊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 他都是给你政治化 所以你自己说不碰政治这个没用的 他这个本身就是政治 那这个至于是喊喇叭还是蓝车 还是其他的方式 这个你这个 他我觉得这没有没有什么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 那愿意愿意蓝车的可以蓝车 愿意这个喊喇叭的可以喊喇叭 还有各种 还有各种方式 气放气球啊 弄那个就是无人无人飞机啊 然后这个闯使馆啊 然后这个这个各种行为艺术 有的把这个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啊 然后这个各种各种方式 这当然我我我个人不主张暴力和这个自焚啊 这种自残啊 但是就是就是法律都都都都不禁止 都不禁止这些东西啊 这个这个当然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呃 什么东西是美国法律禁止的 什么不禁止 这个效率是他更清楚 但是但是第一这个你能想到很多你游行啊 什么你这个喊喇叭演讲啊 这显然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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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没没问题的啊 这个除除非在一些特殊地段 那这个呃这个呃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也都说到 即使是违反法律的 你蓝车或者什么 即使是违反法律的 这个也是也叫公民不服从 公民抗命 那这个这个这个是他 我们着重的是他的政治意义 这个这个处罚也是呃 呃非常非常轻的 我想讲一下 这个抗争的形式啊 是无数种抗争抗争的形式 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形式 你个人的行为一般来讲 效果毕竟有限 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说我四两拨千斤 啊 你举行一个在北京举行奥运的开幕式 在这个众目睽睽 可以举事瞩目的这么一个场合 你突然一下站起来举个大标语 对吧 大家一看又奥运开幕式 还有人啊要求释放刘晓波 要要求仿民什么什么 就你个人这么一个举动的话 那全世界都看到 对吧 在奥运开幕式上或者是闭幕式上 或者是什么什么 当然你可能一个人的行为 你可以四两拨千斤 对吧 所以各种形式的话呢 他可以想出很多方法来 前不久中国这个红色娘子军演出团 在澳大利亚悉尼吧 要去演出 对吧 当地的这个侨民就反对 对吧 你这个唱红歌这些东西 你不要搞到我们这儿来 对吧 大家纷纷表示这个反对意见 对这个剧场的这个经历也好 对这个市政府也好 对吧 纷纷表示这种抗议 他就很犹豫了 要这么多人要抗议的话 那么他在演出的话 会发生什么问题 对吧 如果是人多的话 那么他这种活动 他就会取消 他的所有的这种对外的宣传的 这个所谓大外宣 这种宣传的这个活动呢 他每一步都会受到当地 侨民的访民的这种抵制 那么这对他的讲 他就是个很头痛的事情 不光是政府官员出访 会受到你们的阻拦 他们的一些经济活动 他的一些文化活动 他的政府给自己 脸上贴金 标榜自己的这种宣传活动 他在外面也会碰到这种阻牢 这对他们也是个很头痛的事情 说起来他演出《红尘箱子军》 说起来他是个文化活动 但这个文化活动是背景 你这是唱红歌的活动 我是可以抵制你的 而且这个抵制的病 它不触犯任何法律 我可以围堵你这个剧场 我可以向市政府抗议 像诸如此类 所以各种活动不拘行事 但是总的来讲 如果说是一个人的活动的话 它可能会有些效果 但是如果组织起来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大一点 更好一点 我记得前些年 好像有几个西藏人 好像是爬到中领馆的楼顶上还是什么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对吧 然后把那个国旗给拿下来 他可能换上西藏旗 或者什么的 那诸如此类 你像前些年纪念六四活动的时候 租了一个小飞机 对吧 这个军涛他们租了一个小飞机 拖一个横幅 就围着这个领馆上空打转 当然各种各样的形式 有组织性的 有个人性的 你一个人如果说 你能够混进一个会场 混进一个晚会 混进一个音乐厅 他正在演出一个什么东西 你突然站起来 你举一个牌 对吧 闹得长就这么走 对吧 你说你犯什么法 他顶多把你赶出去而已 但是造成了那个效果 那就 你一个人的效果 使得整场的 他这个宣传效果 都被你这一个举动 给抹黑掉了 所以可以从这方面 多考虑